有時我幫你這樣吧 請支持輪寫第一計劃 波波指教 這張是我的隔離 這裡是我幫助的地方 透過職業專才教育 入職前,我已經學到這一行的知識同技了 不如跑,我可以很快 上關路一個冷氣機房做事的時候 機房起火,其中一人危殆 巨峰阿爾馬繼續試躍加勒比海 至少24人死亡 風暴下一站佛羅里達州,嚴震二代 我就是清潔龍馬得,我相信沒有東西是不行 香港人做得,玩得,吃得 清潔香港這麼簡單的事,怎麼會說不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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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處理大包垃圾也行 細件垃圾也行 總之,每個都行 香港是我們的家 人人都可以,每個都行 永遠香港,每個都行 誰啊? 我是法團通告 通知你,接下來要請新的清潔和保安公司 還要做外場維修 你是業主,要付這麼多 你不知道嗎? 因為你沒有出席法團會議 大廈公用部分,業主是有責任一起管理的 當法團上以重要事項時 業主應親身出席和投票 保障自己的權益 管理大廈要積極 攜手參與齊等益 多久,有獎勁 新人身手那樣 豈有看到 由不去煩惱 要和人家分享 是讓人家分享 睡覺時不一樣 可以分享生命 跟血救人 是一件很美麗的事 如果用血便可以 分數只有三個個性命 分享生命 捐血救人,你都可以的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 奇妮点,不怕会陷害,地面要干爽 小心点,些都不用就要放入刀架 做足点,半重夜要注意姿势正确 或者找人帮忙 安全点,拎宜的食物器皿 一定要戴隔夜手套 跟踪步骤,奇妮点,小心点 在足点,安全点,自然开心 香港有个新公园 因为冒犯蔡若连的标语事件 据报有学校校长计划不录用教育大学的学生 教育局相信校长会理性处理 不会牵连所有教育大学生 教育大学星期五召开师生会议 学生会认述校方在会上说 收到一些校长的电邮或者私人信息 说教育大学生的实习和工作机会会受影响 有些学校的校长就说永不录用教育大的学生 或者是不录用这几届的毕业生 其中一个高层有提到 他们就说有十个本身已经是被指派了 有实习机会的同学 最后因为蔡律年而至这个标语事件 就被取消了他们的实习机会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行为就是未审先判 对教育大学生来说是非常之不公平 学生会认为要先查清楚涉事的两个人 是不是教大学生 有中学校长说 德式学实有个别校长 打算不录用教大的学生 但相信只是属于小部分 如果属于小学的同学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这类的学生 就要更加深深考虑 教大学生也都有很多是很专业的 应该对一些循规造举的学生 我们是作为一个这样的面拒 教育局相信校长会理性处理 是有校长跟我说过 是担心如果有一部分的人 如果是用这样的态度将来去教书的时候 他担心他不够做为一个称职的老师 但是我没听见过有说过永不乐容 我也都相信在校长的心目中 都会选择一些适合的人去继续做教师 就不会说全部所有教大的学生都会受到牵迷 教大回应说明白各界对未来教师的行为操守的关注 会继续做好教师的教育工作 无线电视记者陈兰军报道 将冠道新都城一个冷气机房发生火警 两个公民受伤其中一人危怠 消息说怀疑有人工作期间食烟引发火警 两个伤者都是18岁 其中一个手面和胸部消伤送往伊利沙白医院 之后转送威尔斯医院 另一个伤者手薄烧伤 中午12点多 他们两人在将军澳新都城第一期 一楼停车场的冷气机房做饭的时候突然起火 警方怀疑火警有清洁剂引发 现场又发现烟头和打火机 有学者认为火警也都可能牵涉而言密洩漏 这些洗冷气机的材料都不会爆炸 他们用很压烈的酸症液体 或者很压烈的检性液体 但是那些一定从本章那里 可以立刻撬弄 但就不会引起爆炸 有可能那个冷气机的雪种是流流被人 流出来的话 有可能就隔着着其他化物在附近的情况 有一个消毒火种 它就会爆炸 陆公司说 已经发出停工通知书 暂停出示现场有关工作 无私人自己就在阳家进附入 和大仙上宣一个单位发生伤人案 有人向家人临怀疑腐蝕性液体 一个女人被捕 他了解他有情绪病记录 单位入面四人全部要送到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包括被捕的女人两个子女 而被捕女人的妈妈伤势严重 下午近四点 一个38岁的女人 在黄大仙上村日线楼一个单位 怀疑和妈妈争执 之后女人涉嫌向妈妈临怀疑腐蝕性液体 他们两个和一个11岁的男孩被煎中受伤 另外一个三岁的女孩实惊 香港和东盟完成自由贸易谈判 将会在11月签署作证 双方代表在菲律宾泊塞市 举行香港东盟经贸部长会议 公布完成历史三年的谈判 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 投资、经济、技术合作 以及增端解决机制 上方将会在11月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藤华说 上班的协定将会为香港提供更多条件 进入独立市场 在台湾行政院前院长林泉获委任做总统府资政 任期直至初年不完 林泉刚刚射入行政院长 分析认为他获委任做总统府资政 是为了让他以特事身份代表台湾 出席11元在越南举行的 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袖会议铺路 总统府就回应说 正是就亚太组织相关的活动规划 确定之后会公布 总统府早前说委任林泉做总统府资政 是蔡英文总统 希望借助他的治理经验和智慧提供建议 师傅 现在不要说话了 我们不如再继续听一听 古巴等地组成破坏 至少24人失望 阿尔华已经减弱了三级预风 预料美国时间星期日登陆佛罗里达州 当地风力增强超过2万人无电力供应 阿尔华尔五特巨峰姿态吹集古巴 带来强风暴雨 风雨持续到当地星期六早上 海边翻起7米高的浪 有树木倒塌 房屋受损 部分地区停电 偏远地区通信受到影响 大约5万名旅客要撤走 分别由荷兰和法国管理的圣马丁岛 经历阿尔华吹集之后 不少房屋损毁 被吹上岸的船隻足以证明风力有多大 有官员说30年来都未曾经历过这么强劲的巨峰 法国当局说 会派超过1100人到圣马丁岛 同轮近的圣巴泰纳米岛救灾善后 估计需要花费12亿欧元 阿尔华逐渐移向美国 人去到庇护中心 而公布吹集下 民居开始停电 电力公司预料 可能多达900万人受到影响 连近的庄治亚州 当局集中 要求警员会居民车里 民众排队坐车离开 无声电视机车能够遥报道 马丁岛罗兴亚难民人到提及家庭 袁岛国难民署公布难民数目急增到29万 将防食物等严重短缺 马来西亚已经派军机运送物资到马丁岛 马丁岛罗兴亚难民运送到马丁岛 罗兴亚难民运送到马丁岛 运至短缺 难民见到再有飞鸣的车辆 越勇而上 甚至大打出手 马丁岛罗兴亚难民运送到马丁岛 自上的卷底缅甸西暴虐开邦 罗兴亚伊斯兰武装分子 同政府军法发生一轮武装冲突 已经有数20万计罗兴亚人逃到马丁岛 难民朝仍未平息 丹岛罗兴亚的国人言话 目前食物食水的物资 根本不可能支持不断增加的难民数目 难民营已经逼爆 不少刚刚到过的难民 只是能够在路边搭建简陋的像同妻生 卫生专家忧虑可能发发疫症 平和国已经要求孟加拉 尽快命地兴建新的难民营 当国纷纷伸出援手 马来西亚派军书记 送物资到孟加拉 手上南吉布在机场送行 呼吁帮助罗兴亚人问题 又说对缅甸命苦相当失望 巴基斯坦也传召当地缅甸大使 抗议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 全球迅利派伊斯兰领袖 阿斯哈尔大伊玛木 马列平击敬天当局 对罗兴亚以斯兰教徒大屠杀 罗兴亚有意强硬操辞 吴典名批评电国无知证龙山素机 说有人一手拿着诺佩尔奖 这一手重用犯罪行为 无线电视机只能互调补斗 今天是北韩建国69周年纪念 首都平阳有庆祝活动 外界物资交察平阳会不会再试射导弹 日本和美国就派战机在东海迎接 北韩军人和民众在建国纪念日 在平阳市中心的万寿台 乡以孤领袖金日成 和金正日的铜像鞠躬同献花 有民众在广场上唱歌跳舞庆祝 这次是北韩在根据月3号 进行第六次核试之后 首个打赢折兴 官方劳动新闻说 北韩现在是核强国 核武令到北韩更加安全 并应该研发更加多新型武器 又说在领袖金正恩领导底下 军力取得令人惊叹的成果 任何强敌都不敢侵犯 韩戀社报道 南韩军方正密切监察北韩 目前未发现有迹象显示 北韩在短期内会试射导弹 或者作出其他挑衅 但话北韩可以随时发射弹道导弹 或者下个月10号 劳动党建党日进行 日本派出两架F-15战机 和美军两架B-1B轰炸机 在东海演练 日本上个月底 也都和美军进行同类演习 回应北韩试射弹道导弹 美国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未来星期因就加强制裁北韩表决 建议冻结金正恩和平映政府 所有海外资产 禁止向北韩出口石油等 有华交消息说 美国今次不像过往地 和中国商讨决于重案内容之后 才提交安理会表决 而是在北韩核市之后 迅速要求表决 但希望向中国私家最大压力 协助解决北韩问题 并且反映华府对局势的关注 无视电视机真能护耀孤独 回来本港 机场特警组居行40周年开访日 大约2000个市民去到参观 现场有战术和障碍训练等的表演 战术表演无耳恐怖分子刑持隐之 机场特警出动和对方拨火 又在高处支援 并且出动警犬 最后将恐怖分子制服 机场特警组40周年开放日 市民可以有机会了解特警的工作 平时见到他们在机场周围强狼 而且很威猛 因为我见到他们一次 他们演战敌人开火 他们都不怕机场那么多人 都可以做到那么多的事 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浪漫 就是大个想做警察 机场特警长执行具危险性的任务时候 要穿上大约重14磅的防弹衣 也都要拿着大约重6磅的冲锋枪 市民在这里可以试着一下他们的装备 反航的工作除了我们自己做得好 也都很重要的是需要市民大众的支持 刘半藤又说 因应未来机场第三条跑道落成 机场特警组将会增加人手和装备 无线理事记者 廖卓仪不动 续令 最方便是用运输处寄给你的续令密码上网申请 邮寄或者用投帝相收登 真字半尾就预先上网或者电话预约 我续了 你呢 改召地址 记得通知运输处哦 怎么这么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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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快的